我叫阿恆 我玩了這個運動攀登大概三四年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 因為初初有一班玩其他運動的朋友 嘗試去轉換其他運動 試試跟別人外面的 玩開運動攀登的會 去參加別人 玩了之後覺得很好玩 就開始上課 就開始考上課 考上課程 考上課程一、二 慢慢去不同的地方去攀 我工作本身都是一個紀律部隊 我很多時候要做一些很危險的工作 始終每個人都有他膽怯的時候 是看那個程度在哪裏 但是如果用這種心態 你不試的話 你很多時候不去嘗試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的底線去哪裏 但是你就會用很多方法想定 怎樣去保護自己 因為我們玩這些都是要保護自己的 首先你要安全你才去做這件事 反過來我們工作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不保護自己 你就死衝難衝 其實都是沒有意思的 要先把繩子握回 左腳握回繩子 OK 玩運動攀登 我們永遠就有一件事 就叫做project 就是這個始終是一個極限運動 當你想知道你爬 攀爬的極限的時候 你必須去嘗試 而嘗試的過程 在這個運動裏面 就會有一個我們叫做 或是叫聚落 其實聚落是相當恐怖的 還有有時候你會有個心理的壓力 就是說你會想著 當我做這個動作 介乎可能做到 還有可能做不到這間 你就需要有一個勇氣去做 那麼這個情況 一個叫做臨界點 其實那個壓力很大 就是可能你試了 當你成功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興奮 當你不成功的時候 你跌了的時候 你會很恐懼 但是你跌完之後 其實如果你沒有一個受傷 其實你會覺得 其實自己都能克服到 所以其實當你跌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都不會是一個失敗的 在膝蓋少許 OK 是 那個位置 那個針位 不是 再上去 不是 你前面 那麼如果 當我們爬石 如果失敗的時候 那會怎樣 就其實 可能你這一刻 你做不到的 你會 就會停一停 想一想 再去做下一步 或者會不會嘗試其他路線 尋求其他的出路 那如果都不行 那再試多幾次 可能到你沒有力了 那唯有下來 那就看一看其他人上 其他人上了 你可以模仿一下他的路線 或者想一想 他的路線 剛剛自己用 這樣 之後你當你回復 你再挑戰的時候 可能你會有新的突破 來一次吧 看來你應該是最後的 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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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兇狠 那如果 我有時候 我會跟朋友說 我去試一下 他都會有很多 可能很多理由 他會去拒絕你 但是呢 當你抬到他一次 讓他試了 有一個害怕的感覺 然後再鼓勵他 再上去 他覺得不害怕 那個感覺 你其實很滿足 看到他 成功地挑戰到自己 那個感覺 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那種開心